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混季的时间 很多人都是鼻敏感,或者有敲转,甚至濕疹就会翻发 我也是一个鼻敏感的朋友,很辛苦,会触眼,触鼻 这个时间我会洗鼻,和用一些抗敏的产品 抗敏的产品里面的成分,我最喜欢就是Colodia Silver 就是一个纳米银,纳米银可以破坏细菲的DNA 甚至自然疗化的医生都会用来做一些伤口的处理 因为表面有暗瘡,甚至失疹,甚至我们在发肿、红的时间 这个Colodia Silver就帮到手了 以下我介绍一些产品给大家 这个Colodia Silver就是有纳米银的成分 首先讲回洗面 洗面有这个Uni的,Uni的分衣草洗面 还加上灵脂的,它可以轻敷一会儿 甚至混入我们的面膜粉一起用 它的效果更加显著 而且里面也可以帮我们消炎,抗菌,甚至豆豆都帮我们清洗 另外也有不同的花水,我最喜欢就是 除了口罩的时间,我会用上一些银的花水 我手上就有三组不同的花水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本人就非常喜欢这个就是Namari的叉 我这个叉,它的抹梨味和其他的花香味 好像喷了香水一样 好像Emily in Paris 你喷完之后跟自己说 我今天很漂亮,今天皮骨很漂亮 它就会令你皮肤发光 还有很有光泽感 而且它的味道很long lasting 在头发上都会滲到一些花香的味道 第二支,比较喜欢一些分衣草的朋友 或者淡味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这支 或者在湿疹的时候 都可以噴在湿疹的位置用的 就是Pailunia的分衣草花水 因为它简单一些成分 就是分衣草和蓝银的成分都会比较重 所以用起上来 你也可以用在湿疹的位置 是非常之好的 最后一支就是适合一些 就是喜欢玫瑰的朋友 就是YUNI这个花水 这个玫瑰花水用了不同的玫瑰 而且有白玫瑰 有这个就是摩洛江玫瑰 再加上分衣草 可以帮我们在这个敏感的季节 就处理一些 像是面肿、口肿 或者很痕的时候 你想出眼 它们都会帮到手 接着这个产品 就是NAMARI这个Stub 这个就是Cinnot Peu Peu的粉 其实里面也加入了这个 纳米银的成分 是不是顾理不了呢? 其实纳米银在护肤品里面 一点都不是少见的 而且是大大用途 是处理一些敏感的情况 甚至是有些荷尔蒙瘡 或者是消炎缸 再加上这个时间 我们经常戴口罩 其实呢 湿气重的时间 就会容易有菌 甚至容易痘瘡 这个也可以 混合我们的花水 甚至刚才说的YUNI洗面 一起用都可以的 这个呢 这个呢 混合出来的味道 很有趣的 它由纸纸的粉粉的 跟着变到这个深色的系列 的 BARLY PURER的 我们的HILLY MIX 其实呢 都加了少量的银的成分 其实帮助我们呢 除了是淨化空间的时间 亦都可以帮助附近的能量 或者是細菌消灭的 所以其实纳米银的成分 我们适用的话呢 就非常之好好用 还有呢 好帮到手大家呢 平时呢 一常生活呢 就不用下下 出动到什么 漂白水啊 甚至一些很strong的 果酸的成分呢 那这个其实一系列的 纳米银的护肤品呢 希望有一件呢 是帮到大家的手啦